林冲怎么死的 在小说《水浒传》中,林冲是病死的 林冲在奉命征讨将这一代方辣起义军取胜之后 作为幸存正将,跟随大军班师 在屯扎杭州期间得了风瘫 被留在六合寺中养病,由武松照顾 在半年后病故,被朝廷追封为中武郎 林冲绰号豹字头,东京人士,梁山108将之一 原是八十万禁军枪棒叫头 因而多次遭到陷害,最终被逼上梁山落草 他参与了梁山一系列的战役 为山寨的壮大立下汉马功劳 梁山大聚一时排第六位 上映天雄星,位列马军五虎将,把守正席汉寨